我們來做當時台中東勢 前那邊應該是講客家話 但是我不是在台中,我是在台中所來的 我們現在跟這個 也是個新好朋友 子育我們剛坐在台中東勢 在弄一個我們叫做國本三農組合的組織 那它是一個農民的團體 成員都是東勢在地的客家人 我們年輕人就是在台中 看一段到座下就到座下 包括紀錄或者是做一些行銷 我們今天有帶一欄這個田市來 今天是在弘牙書房12週年慶 我們現場的鮮國 有的都讓弘牙書房 這樣大家說好不好 好 為什麼這樣可以嗎 只叫我讓我當盤金利 我們這個是東勢的 溫帶水果西的其中一支 東勢是台灣很重要的溫帶水果的產區 那時候包括像萊仔啦 我們之前出萊仔 現在出這個田市 陸續還有乾水系列 我們今天等一下都可以出來給大家吃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說 這種不再透過其他的中間的環節 的供應環節 直接跟消費者面對面的 那我們的做法它有兩個主軸 一個是用公平交易的方式 給農民比較好的價格 我們這裡的價格是農民吃價 農民覺得他們合理的價格也乃順 那再來是我們挑選的農民 就是我們合作的農民 都是對環境比較友善的 像我們有幾位農民現在已經可以達到ND 就是沒有農藥減租的程度這樣子 那我們組織起來就是說 原本大家農民自己生產方面 他都不太有機會可以再去經營消費者 那現在我們把大家這些農民 口作會 那我們其他不是做田的人 我們就來幫他賣 來幫他把這個跟消費者的環節能夠連接上 那他們的做法也是比較照顧土地的 基本上我們的標準就是 草木共生 不灑毒草菌 然後減少栽培 那盡量的對環境的友善 注重國人的生物的多樣性 這樣子 還有希望大家多支持 那我們還有帶我們社區的 一些社區的手工衣 一些社區的微型的小廠 產業 那也帶來跟大家分享 還沒有自我介紹 我姓童 兒童的童 我叫智瑋 童智瑋 我們現在有兩三個年輕人 一起在東市 參加這個 果本三龍的團隊 果本是以果為本 大家都靠水果在行歪 這個以果為本的果本 好 那五分鐘差不多了齁 你開始賣賣了 不好意思 還有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沒想到說今天就是 非常的豐富 然後剛好就是 我有接觸到的一些層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有連結性的這樣子 我去年十一月份到今年二月份 我就是擔任那個 教育部的偏鄉書 出位的駐點人員 然後不曉得你們是不是 就有聽過這個偏鄉書的計畫 你有聽過嗎 滿多類似的計畫 那個是政府的部門 然後它在全台灣省 各個分部也都有 然後連台中也有 然後它主要是透過政府 是教育部 它撥發那個款項 然後讓地方有一些是 讓他們去或者是學校 就去經營 然後它最重要是要當地 它是要推廣在地特色 然後是要結合那個希望能夠 能夠幫在地行銷 然後我是覺得是說 你可以透過你們 因為你們台中一樣是有這個 它是簡稱叫DOC 然後它的話 等於是希望你們透過他們這個 它的一個平台 然後可以幫你們做行銷 然後就是只是說 他們是用政府的這個 這個資源 然後幫你們在地的人做會狀 所以也是一樣的 你們是就是獨立經營 只是透過這一個 每借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一件 一顆 真的嗎? 對 待會兒我們才能夠 比較相信 對 我現在要發給囉 我們現在 一顆 這個是8A大的 50塊 然後割出來 就都給它出發 一句話 不要啦 我們都沒有吸收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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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